大家好,我是陈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毒牛肚脐炎症骨包的手术治疗方法 主要原因是由于毒牛刚出生的时候 脐带没有处理好感染 逐渐的发生炎症骨包 这个我们必须要做手术 有烟啊,里面都远了,有浓 先把毛剪一下 公牛哦 先把牛放倒,绑定好 手术部位要把多余的毛给剪掉 方便手术 剪掉毛后再消毒表面 先用高蒙酸杂溶液洗干净 换出 再用酒精洗一遍 开刀的部位要选择在上面 方便楼肌的流出 隔上面有这样的话就好捏出来了 那浓 硬的是吗 皮都没穿得下去 皮都已经还不硬 浓的肯定 条件有限,我也很无奈 没有手套,也没有手术刀 捏得住 像这种炎症农包的主要是放现金 引起的 嗯,超你妹的 哈哈哈哈 小小的巴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把农机挤完出来 再用高蒙生姜溶液 给冲洗干净一遍 然后再用生理盐水加青梅树 再洗一遍 洗干净来用棉花伸进去擦干 再用小剂量的生理盐水 配青梅树和炼梅树 高浓度的注射到这个古包里面 削盐的 再机油注射削盐针 再涂抹鱼锡机 放开绳紧就可以了 手术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了 谢谢大家 拜拜